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31岁的杨子翻车了吗?吉普赛彭克风知识和宁静,专家讲解五种妆容 2023年7月1日10.51分 31岁杨子翻车!吉普赛彭克风知识和宁静,专家讲解五种妆容 杨子的吉普赛女孩彭克风格最近在时尚巴沙晚宴上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Orange是一次非常勇敢的尝试 这种颜色选择性很强,发型也不好驾驭 这可以说是杨子非常勇敢的成就 事实上,很多网友特别认为层次分明的橙色 腮红和笔脖子身两个色号的粉底不适合它 这样的妆容拍出来还不错 但是走红毯的效果就一般了 这样的妆容应该是时尚圈的气质,不适合普通人 杨子想要进军时尚圈,取代他的位置 这样的妆容才让时尚圈都看得见 我确信这样的妆容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并不是说杨子的妆容不好看 而是这样的妆容非常欧美 整个娱乐圈都被完全控制了 有了极客俊逸,就只能加上宁静的现任王室妹妹了 橙色本身看起来不显白 所以比较适合深色皮肤 而且这种发型比较欧美风,就失去了纯洁感 而杨子最大的外貌优势带有古典美感和纯洁感 当然,这种欧美妆容抵消了它的优势 但时尚圈认可这种审美,时尚圈喜欢这种个性 杨子不化妆的基础妆也很好 影视剧中人物的妆容总是比平时的个人颜值要好 也就是说妆容还是跟不上 杨子在娱乐圈红了多年 但在时尚圈却迟迟没有得到认可 主要原因是她的长相就是林嘉田女子孩 一般来说,这类女演员不太受时尚圈认可 但甜美风格更容易受到大众的认可 赵丽颖在时尚界的发展对杨子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她可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先上升到大气之美 然后再学习自己的风格 日前,她在雨中一身蓝毯造型 头发披散,仙裙简洁稳重 文成公主的妆容格外古典气质 31岁的杨子翻车了吗? 吉普赛彭克风格知识和宁静 专家精选五种妆容风格 多年来,杨子的风格并没有超出范围 比较漂亮的妆几乎都是婚礼妆 很多黑粉攻击她的脸部时髦 甚至有网友嘲笑她的风格队 就是敌方风格队 杨子的一字兼礼服永远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且杨子的五官暗淡 有黑 自有其独特之处 情怀 与充满活力的校园 风格完美契合的童年 避免刘海并改变脸型可以使人看起来更年轻 更有活力 事实上 网上有很多造型专家对杨子的妆容发表过评论 这里有五条建议 一 发型杨子多年来的发型都是花蕾配上漂亮的刘海 这种发型比较保守 不容易出错 但杨子30岁之后 这个发型就显得非常时尚了 现在更合适了 八字刘海还可以改变脸型 遮住发际线 另外 杨子非常适合披肩发 这样会更有女人味 她其实可以尝试港式发型 多做卷发 她可以再做一次 以最新风格拍摄 寻找专业人士进行造型和探索 然后在适合您的时候走上红地毯 2 眼妆 杨子最好的五官是眼睛 但是她的妆容很多并没有发挥出她的优势 她平时都是荔枝眼 不过眼睛的形状比较圆 黑色的眼球比较大 眼白的部分很少露出来 她看上去天真善良 眼神就像十元里美和纹根莺一样 这样的眼睛的好处是亲和力很强 和宝宝的眼睛很接近 十元里美和纹根莺的眼妆通常都比较清晰自然 除非她们眼反派 否则她们不会添加更多的眼线 更不用说完全覆盖了 杨子的眼睛越清澈越好 减轻眼减的负担 不要画太多眼线来强调大眼睛 比如青云志中她的眼妆太重了 看起来太尖了 而且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太短 眉毛压近眼睛里 一下子就显得老了 这种韩式妆容没有古典感 适合肤色大胆的女子 而不是像杨子那样的浅肤色 美人啊 要是换成柳叶眉就好多了 3 脸颊 脸颊妆对于女演员来说非常新的 尤其是东方女孩的脸没有立体感 所以很多化妆师都喜欢画出冲击感很强的妆容 迪丽热巴五官大 但应该是圆润的 杨子有一段时间 化妆师把她的果子机画得很饱满 最初的目标是看起来三维 但绘画的感觉不自然 最近妆容不再强调果子机 自然 冷静 杨子本身的气质就很适合 做出了合适的演绎 4 唇妆 杨子的鼻子和面部结构非常平衡 但她的唇妆仍然需要注意 最初 她的厚嘴唇是一个优势 毕竟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嘴唇会变得越来越薄 嘴唇厚就好了 只是杨子的厚嘴唇与她肩下巴不匹配 如果是像舒淇或者妮妮这样的方脸的话 确实如此 所以每次化妆的时候 我的嘴巴都比较窄 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有时候对于一个很小的女孩来说感觉太重了 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展示更多 创造更多的风格 但是唇线太重不应该尝试一下 尽可能自然 5 服装杨子的肩膀和领口都很漂亮 非常适合佩戴简单的项链和耳环 珍珠与她完美搭配 增添了不少美感 在服装款式上 可以尝试比较淡雅的颜色和简约的款式 比如甜辣的美式风格 浓郁高贵的韩式风格 和优雅轻盈的中式风格 凸显肩部、颈部和腰部线条 视觉上拉长双腿 多穿高跟鞋 更能成为窈窕淑女 连衣裙 如果穿古装好看的话 应该适合旗袍或者汉服或者相耐 而风格的连衣裙 都是比较简单的连衣裙 尽量不要让杨子穿职业装 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了 她是 31岁的杨子翻车了吗? 吉普赛彭克风知识和宁静 专家讲解五种妆容 杨子很受女演员和乘客的欢迎 而且她也古灵精怪、可爱 这些年来 她的脸失去了时尚 牙齿也变得坚韧 体重也这些年消瘦了 事实上 她正在变得更加美丽 她的外表并不光鲜亮丽 也不威风凛凛 却又有着自己的聪慧含蓄之美 她曾经饰演过 因韩式直眉和不讨人喜欢的眼妆 而被嘲笑多年的大女子陆雪奇 她的影视妆容比较好 大央哥和香蜜沉沉浸 并如霜非常漂亮 妆容自然清晰 包括凸显她性格的服装设计 现代偶像剧余生和亲爱的 款式比较良性 但是适合大学生的性格 并没有显得更加美观 杨子的面部结构 与20多岁的张曼玉有些相似 两人都有荔枝眼 肉肉脸 笑起来的皱纹也很明显 张曼玉在没有矫正牙齿之前 脸淡肉肉 性格甜美 少女风格的她 因为王家为作品的改造 已经30岁左右了 脸型也从圆脸变成了方脸 气质大变 风格彻底改变 变得时尚优雅 女明星在35岁到40岁之间 自然会换一次脸 东方不败霸主之后 男明星有脸颊就不好了 他们都是方脸 再也不好看了 杨子未来的时尚之路 主要是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并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